众所周知,35岁以后想减肥就难了,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,身体恢复也就越慢,但作为40岁的二胎妈妈,在产后8个月内,将体重恢复到20年前1米63,102斤的水平。 我减肥的精力一波三折,因为运气没有控制,生二宝时,体重飙升到150斤,生产后进入病房140斤有余,自觉年纪大了,不需要太注意形象,所以一直到产后半年,没有把身体的恢复当个事儿,随心所欲的吃喝,孩子不安慰。 我就是为了提高给宝宝的母乳质量,直到有一天下午,我正推追二宝在公园上,一个60多岁的大爷向我问路,我很热心的整路给他。 最后大爷的一句话,让我顿时学话,他竟然对我说,大妹子,你是孩子的奶奶还是姥姥呀? 我的天,高近40岁的我,被认为是孩子的奶奶,心情立刻沉重了,回家第一件事就照镜子,洗衣服,看着飞装的手臂,圆滚滚的肚子,自己也无语了。 我要减肥,相信科学,一直是我做事的原则,所以我找到市面上流行的减肥书籍,对比参照了其中的四本书,整理出精华。 当然最灵活清醒的是,书上说产后六个月是减肥的黄金期,而我恰恰处在这个黄金期,说干就干。 首先,一定要管住嘴,烧吃,即营养均衡的情况下减少进食量。 简单的说,饭量第一个星期减四分之一,第二个星期减半,第三个星期开始减四分之三。 据个例子,第一周内平时晚上喝两碗伐羊粥,减肥时吃两个多半碗,第二周只吃一碗,同时蔬菜不限量。 水果着装,同时补充钙片和多种维生素,以保证母乳营养不下降。 水不限制,牛奶也减半,直到减肥开始后一个月,每天的饭量已经少于月子里的四分之三。 其次是运动减肥,我一般是上午孩子睡觉时,进行简历健身和运动。 简单来说就是看着电视,一起随电视上的内容做动作。 当然能去健身中心就更好了,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以上,运动强度由小到大,一般头上冒汗,口渴便停下。 下午参加了瑜伽班,每天做一小时的拉伸运动,当然是专完的产后减肥瑜伽,坚持坐下来,体重下来,温柔韧度也会升了。 晚半后的动作最简单,就是散步,快步走,每天保证一个小时。 如果遇下雨天也不间断,在房间里飘离。 记住,一定不能间断,坚持一段时间就会有效果。 要注意运动一开始不能过于激烈,要根据身体的反馈。 慢慢加量,重要是想平时如下。 一,运动时不要颠尿。 最好在饿露干净后再进行锻炼,万一在运动中出现流血现象,要立刻停止。 二,吃饭后不宜立刻运动,最好饭后一个小时再动起来。 三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产后坚持不入围养。 乳质的分泌可以将生孩子前几句子体内的质量消耗掉。 妈妈先自补育幼儿,但促进亲子关系,更有利于瘦身。 如果不让孩子吃奶,容易导致体内的热量消耗不足。 特别一发胖,就这各位孕妈宝妈一个错误观念。 不要单单认为生孩子后身材的恢复,只与产后补养和运动有关。 特别是那些怀孕时体重固度增加的宝妈。 其实产后身材恢复的质量和速度,与作业的质量和运气保养有很大关系。 所以要想产后,瘦身成功,从能怀孕时就应做好准备。 女性爱美是天生的,剩完宝宝回到产前完美身材的主动权在自己手里。 各位妈妈,要克服自己懒惰的性格和大卫王的习惯,坚持锻炼,一定会让自己美起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订阅本频道,订阅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